有关于柔和和谦卑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结束在谦卑的上面 我提到了这一个小女孩 从小立志做个平凡人的 后来我告诉她的母亲 我说你要帮助你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她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的话 她要伟大的平凡 如果有一天神让她平凡的话 她也要平凡的伟大 我前几天在微信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看到之后我马上就回复这个人 我说能不能准许我把他转贴出来 她说我也是从别人那里看来的 我先去问问他 我先去问问他 后来他跟我说可以的你可以转贴 所以我就把它贴在我的FB 贴在我的微信上面 这个小小的故事是这样讲的 发出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神学生 在Michigan的Grant Rapids那里的一个神学院 叫加尔文神学院 他们夫妻两个都在那里就读 虽然他们没有提名字 但我知道是谁了 他这个神学生发出这么一个故事 他说他们主日聚会的时候 就到附近的一个教会里面去聚会 教会里面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的神学家 很多都是加尔文神学院的退休的教授 经过在那里聚会一段时间之后 他每一个主日都会看到一个老人家 八十几岁 头发全白的 就站在教堂的门口散发程序单 向每一个来的人问好 欢迎他们来到教会的里面 结果他就提到这一个神学家的名字 叫Greatness Sidney Greatness 我看了我很受感动 因为Greatness 我们出了他三本书了 我们刚刚这两 去年出了一本 今年再出了两本 明年还会有他的三本 我们觉得他对 特别在讲道的方面 可以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很好的帮助 我出了他一本 叫《从试经到讲道》 是有关试经学跟讲道学 怎么样做一个桥梁的 然后我也出了他的 《从旧约传讲基督》 因为我们讲旧约 常常偏离了整个的中心 常常落到了灵异解经 落到了道德的榜样之类的 而怎么样 《从旧约》 引到基督 然后刚刚才出版一本 所以这里只有一本样本 全美国大概就只有这么一本而已了 那是我航空寄过来的 这里有一本刚出来 《从旦以礼书传讲基督》 他就给我们示范 怎么样传讲基督 接着我们还会出版他几本 包括从传道书传讲基督 从创世纪传讲基督 从诗篇传讲基督 那么这是恐怕是他最后一本作品的 从诗篇传讲基督 英文本到现在还没出版 但我们已经决定要出版了 所以我们帮忙把他这些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可是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很受感动 因为我从他的书里面 已经得到很大帮助了 可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圣经学者 神学家 竟然每一周他就做这么一件 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 因为当神把他放在一边的时候 他已经过了年纪 已经从神学院退休了之后 他好像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但他并没有这样子自怨自爱 他反而承担起一些别人 可能不一定愿意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榜样 真正的谦卑 所以我那一天我就把这个故事 整个的散发出去了 透过我们的所有的社群的管道 把这个故事给传扬出去 我怕更多 我刚刚说过 中国教会现今这个时代 很缺乏的是榜样 所以我希望这个可以成为一个榜样 这一堂 我们的时间可能必须要稍微短一点了 不然的话 我们晚上恐怕睡觉会比较晚了 所以我想简短的 给弟兄姊妹来思考一个题目 就是门徒的标志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一节到第八节 仍然由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数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是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段经文 同样是我们熟悉的经文 讲到了主耶稣把自己 比方成为一棵葡萄树 父神是栽种葡萄树的农夫 而门徒们 是这个葡萄树上面的 枝子 我们都很熟悉的意象 甚至于我们家里可能都种了葡萄 我家里种了好几棵 但是基本上这两年都没时间享受 也没有福气享受 因为都有别的人比我先享受掉了 家里那个林子里面的动物 都把我给吃光了 所以基本上我没有 所以今天下午我去探访一个姐妹 他们家种了一棵葡萄树 我家有一棵其实从他这里来的枝子的 我就看他的葡萄树 我说你们家的葡萄树怎么都不长白粉 我家都长满了白粉 我根本没时间照顾 他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呢 他就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摘葡萄 有一些已经可以吃的 我们就摘了一些走了 但是我们熟悉这个 可是我们没有思想过一些问题 主耶稣不是说我是葡萄树 主耶稣说的是我是真葡萄树 什么是真葡萄树 难道我家里种的葡萄树是假的吗 难道今天下午这个弟兄姊妹家里的葡萄树 种的是假的吗 肯定不是吧 可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从天上来的真良 他是真光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特别喜欢把真这个词 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或者约翰也喜欢把这个词 用在主耶稣的身上 什么叫真葡萄树 真的对比是假吗 不是 真的对比并不是假 真的对比可能是说 比如说失败 或者能力有限 我个人读约翰福音 我觉得在约翰福音里面 当主耶稣用真这个词在他身上 或者约翰用真这个词来形容主耶稣的时候 乃是表达了主耶稣的一种独一无二的身份 独一无二的地位 光 太阳光 月光 我们的灯光 都是光 可是这一些的光 只能达到某一个范围的里面 只能有某一种的功用 即使连X光 可以照透我的身体 看出我的骨骼 各方面 我的器官 即使是像我今年五月的时候 回到台湾去 因为到一个神学院 跟一个神学老师 谈论很多了之后 他就一直劝我们 说你要去做个身体检查 那么我们就自费 虽然我们在台湾有健保 我们一直多年来一直缴健保费 但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享受过健保的福利 那么我们就自费 花了满大一笔钱 我们夫妻两个做了全身的健保 而且那个是很特殊的健保 叫做核磁共振扫描 他把我们的身上一片一片一片的切 看出每一个器官 然后检查你的癌症的这种倾向 各方面的 即使是那一个一片一片 非常非常细的 然后来组成的这个 那个机器 所照射出来的 可以看见我们里面那么细微的东西的 那一个 所看出的也仍然是有限的 最起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 任何的光 都照射不出来的 只有主耶稣这个真光 能够把它显明 能够把它照耀 那就我们的心里的光景 谁能够看到我们心里的光景呢 耶利米苏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湿透呢 我们有没有被 主耶稣基督的光 给暴露出来了 这是真光 葡萄树呢 那些葡萄树是真的葡萄树 那些葡萄树结出来真是好 这个姊妹家的种的是巨峰葡萄 我们台湾人很喜欢的 所以我跟她要了一个枝子 我回去就栽培了 今年长出了一串 也被吃掉了 我来不及吃就被吃掉了 但是这个葡萄树虽然甜美 多汁 虽然吃在嘴里非常的好 也能够酿出葡萄酒来 但是它能不能带给我们 生命中真正的喜乐呢 能不能结出一些真实的 生命的丰硕的果子呢 酒 在圣经里面象征的是喜乐 可葡萄树结出来的 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吗 多少人因为 酒 而毁了他们的一生的 但有一种的酒 有一个葡萄树的产品 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真实的喜乐 即使你在巨大的患难当中 你在一个巨大的冲击的当中 你仍然有着压抑不住的 那种的喜乐 那是从主耶稣基督这里而来的 所以什么是真葡萄树 我个人认为 那是指着一个独一无二的 有一种属灵的特质 跟地上的葡萄树都完全不一样 并且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有一点点旧约圣经的背景 在整本旧约圣经的里面 经常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比方成为一棵葡萄树 比如说和西亚树第十章第一节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 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 或者像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 全然是真种子 你怎么向我变成为外邦葡萄树的坏侄子呢 以色列人是葡萄树 诗篇八十篇把它描写 神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来 把它带到了迦南地来 把整个的地面给离平了 把清除一切的石头 然后把这一棵葡萄树给栽种在那里 这是指着以色列说的 或者像以色列书以西结书都多处的谈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葡萄树 但是从整个旧约圣经的里面 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上面是失败的 好像刚刚所读的两处的经文一样 他们虽然果子结多了 但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 去拜偶像 造了美丽的柱像 成为他们的膜拜的对象 他们虽然果子真多了 但有些时候结出来会变成一些野葡萄 好像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所描述的一样 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上面 他们是失败的 而主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是相对于以色列这一棵葡萄树说的 以色列没有办法完成神在他们生命里面 神在他们整个历史里面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他本来应该结出美好的果实来 让神的心喜乐 也让人的心可以喜乐 好像《诗事记》第九章里面所说的一样 葡萄树的功能不就如此吗 能够结出果实 能够酿出美酒 能够叫神的心喜乐 也能够叫人的心能够喜乐 可是这一棵葡萄树 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 我们看见得罪了神去拜偶像 这一棵葡萄树 没有履行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就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要把神的恩典也传给外邦人 反而因为自己是神独特的选民的缘故 而高傲自大把外邦人都看为犬类一样的 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门徒呢 门徒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 做主门徒的人 必须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 而这一段经文讲述到了有不同的枝子 枝子应该结出果子来 可是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枝子都在葡萄树上 可是有一些的枝子 他说凡属我 不结果子的呢 主耶稣就把它给捡去了 这是个很特别的 也很困难的经文 我们无法在短时间里面给你做详细的解释的 这里的用词 跟保罗书信里面所说的在基督里 是相同的用词 凡在我里面的 却不结果子 我就把它剪去 所以你要留意 读不同的作品 要注意到不同的用词 保罗书信的里面 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 甚至于可能是宗教改革 运动的神学里面最重要的 还超过了音信诚意 可是 这里所讲的在我里面 跟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在基督里是不一样的 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在基督里面是指着与主的联合说的 我们在主里面 主耶在我们的里面 是不能够分开的 我们有份于主所经历的一切 我们借着受洗归入到主的死的里面 我们与他一同埋葬 我们也就借着受洗与主一同复活 那是我们与主的联合 可这里所说的在我里面 有的知子在我里面 可是他不结果子 结果呢 结果主就把它给剪去了 主在不久之前 就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而已 才有一个很有可能是这里头所描写的 那就是犹大 是不是 那就是犹大 犹大 亲自跟随过主耶稣三年半的时间 犹大 主耶稣甚至于把他们这一个团队的前囊交给他来保管 犹大 甚至于 亲自接受过主耶稣用水替他洗脚 主耶稣那天不只为彼得洗脚而已 也为犹大洗脚 主耶稣说 你们都是干净的了 反正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但主却指出他们当中有人要迈走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的人表面看起来是属于主的 表面看起来是在主里面的 但有一天主耶稣可能要把这样的枝子给捡去了 因为他不能结出果子来 但另外一种的果子 另外一种的枝子是已经结出果子来的 反正结果子的枝子 主说我就修理干净 让他结果子更多 种了葡萄树 稍微研究一下葡萄树 我才知道有一些错误我犯了 比如说葡萄树不用水 你不要一直浇水 那是错误的 比如说你不用给它种在很肥沃的土壤上面 它可能越贫瘠的土壤 它结出来的果实可能是越好的 比如说你种的葡萄每一年到了所有的葡萄叶都枯干了 都掉落的时候你就开始剪枝 你剪有剪枝的技巧 你必须要在今年长出来的枝子留下两个结眼 剪掉 都不要了 不管它长得多好 只能留两个结眼 到了明年就从这两个结眼再长出新的枝子出来 而所有的葡萄都结在当年新长的这个枝子的上面 旧的枝子不会再长了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这样一个技巧 你必须要修剪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它能结果子更多 所以这里是两种的枝子的对比 一种是不结果子的 面与了非常可怕的命运 因为下面就说到了 把它剪掉了 然后丢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 就烧了 那些结果子的呢 主耶稣会在他们生命的里面 做修剪的工作 这一个真葡萄树 或者说父神这一个栽种葡萄树的这个农夫 他会定期的拿起他的茧子来 把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觉得长得那么美好 那么丰盛的一些的枝子 一些的树叶 把它给剪去 为了让我们经过了一段的寒冬 我们可以重新发芽 生长 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因为太丰富 我们无法多谈 但是主说的 怎么样结果子 怎么样的枝子 才能够结果子 而且结果子更多的 第四节 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 然后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藏在葡萄树上 这个词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经常不断出现 跟刚刚所说的 属我 是稍微不一样的了 属我 没有强调这个藏在 可是呢 藏在这个词 一直不断出现 第四节我们刚刚看过了 然后第五节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第八节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 我的门徒了 藏在我里面 那是结果子的秘诀 可是这一段经文的里头 讲到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 是现在 我们的教会常犯的一个毛病 绝书讲了一句话 他说 第六节 第五节的后半 他这么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葡萄树的枝子 要如何能够结出果子来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住在竹里面 住在葡萄树上 或者藏在葡萄树上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为 住在 那么这里就讲到了 有一种的葡萄树的枝子 虽然表面看起来 是属于这一棵葡萄树的 在这个葡萄树上的 但是没有住在这个葡萄树上 没有藏在这个葡萄树上 他怎么可能结出果子来的 可是 主耶稣说 你们离了我 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我刚刚说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常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们今天的教会证明了 主耶稣这句话是错的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可以离开主 我还能做很多事 主耶稣你错了 你看我们每年到了年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第二年的计划 我们把每个月该做什么 我们都排好了 我们把我们的预算编列了 我们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 这个行政人员都安排好了 我们选出了新的执事了 我们第二年 我们就照此运作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好好的运作 该做的该做 大家都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配搭 我们的教会就很稳定 我们教会就能成长 我们就能够表面看起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会了 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长职会的里面 在我们的同工的集体的生活 个人的生活 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的团契 我们教会的敬拜 我们教会的各方面的生活 以及我们个人的私人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会不会理得主 在我们做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 主不在我们的 这一个所做的事情里面 我们没有询问主 我们没有仰望主 我们没有天天的来亲近主 来依靠主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配 我们也不能 我们无法去承担这样子的职份 我们无法去承担起这一些的工作来 我们需要随时随地的藏在主里面 我需要随时随地的依靠主 我需要随时随地的确保 我没有离了主 可是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我们在负恶的时候 我们靠的是我天然的力量 我本来就很聪明 我又受过各种装备 我甚至于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在某一个领域的里面 我是佼佼者 我同样的 我来到教会的里面 我也可以做这一些 做那一些 昨天晚上我们的读书群里面 出现一个弟兄 他就讲了一些话 很不得体的话 他说 我看很多的牧师都还不如我 我有心要当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可是我看很多牧师 都没有受过神学装备 都不如我 当然很多弟兄们都在劝他 那我们家的师母就讲了一句话 他向来就比较女汉子的了 他说某某弟兄 在讲跟本群无关的话题 我就把你移除 不许你再进来 那么我比较温柔一点 我说某某弟兄 有全职事奉的心智 好的 是好的 可是呢 一定要谦卑 你今天这样子的批评 你的牧师 有一天你成为牧师的时候 你也一定会遭受相同的批评 我说当群主制止你的时候 请你立刻停止发言 我就这么简单的讲完了 把我想讲了 我就讲完 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有太多优秀的人 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也不缺优秀的人 是不是 可是 到底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我们依靠的是什么 依靠的是我天然的聪明才智吗 依靠的是我读了很多的书 所以我昨天才说 我想写一篇文章叫 读卖种的书 讲道就更有能力吗 那是我很心痛的一个感受 你知道吗 我当然鼓励人家 越多读卖种的书越好 可是如果读出来了 没有办法叫你更像主 更谦卑 更柔和 读的有什么价值呢 我花很多功夫啊 我瘦了很多装备啊 我读了学位了 我有了神学训练了 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 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啊 我鼓励人 好好地接受这一些的装备 可千万不要让那一些 成为我侍奉主的依靠 甚至于夸口 我们侍奉主 最主要的秘诀在于 藏在 主里面 不离开主 随时活在 主的光中 随时与他连结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我们的每周的聚会 为的是帮助你 随时回到神的面前 你为什么要养成读经 祷告的习惯 不是为了累积 增加我们头脑的知识 是为了让我们更亲近主 更向主 不是把祷告变成为 要完成我心中 所盼望的一些目标 而来祷告 求主来为我成全 为我实现 求主完成了 把我所需要的东西 我所求的东西 来赐给我 如果你只有这样子的话 那么一旦你没有需要了 你还祷告吗 祷告不是为了这一些 祷告不是为了这一些 祷告是因为爱 在这里有我所爱的父亲 我乐意跟我的父亲交流 我乐意把我心里的话 跟我的父亲来倾吐 无论喜乐 无论忧伤 我愿意告诉我的父亲 我也很愿意听听父亲 对我说什么 所以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我给她讲了一本书的故事 我看到现在这本书 还在市面上 还在卖的 这本书叫窗口边的小豆豆 这个故事 对不起 我女儿问我爸 你会不会在讲道里面提到我 我可能要得提到了 她很注意隐私的 这个故事的小女孩叫小豆豆 是一个日本女孩 后来成为联合国的亲善大使 但是她很特别 她上学了呢 给老师带来很多的困扰 很多很多的麻烦 他们坐在教室里面 上学 她进去觉得很新鲜 因为那个桌子是她从来没看过的 她的课桌椅的桌子是可以掀起来的 把课本什么之类的都放在里面 她第一次看到这一种桌子 所以她整堂课就把那个桌子掀起来 再放下去 掀起来再放下去 她觉得很稀奇 然后她听见窗户外面有人在叫卖东西的时候 她就跑到窗户边 她开始跟那一个人聊天 校长到最后说 请你把她带回去吧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帮助你的孩子 这里没办法接受她 所以妈妈就带着这个孩子到处换学校 换学校 到处有一天找到一个学校 一进到这个学校 这个孩子就喜欢这个学校 因为教室很特别 教室是用火车车厢做成的教室 她觉得太稀奇了 很喜欢 然后妈妈把孩子带去见校长 校长看到了之后 就跟妈妈说 你可以回去了 妈妈说不行 我的孩子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 我一定要跟校长你介绍一下我的孩子 请你们务必要好好接纳他 帮助他 不要再把他赶走 我实在是没地方可去了 校长说你请回去吧 我会处理 妈妈很不放心的 妈妈就走了 然后校长就拉了一个椅子来 跟这个小豆豆说 你请坐啊 你就坐在这里 然后校长就坐在她对面 校长就说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小豆豆嘴一张开 连讲了四个小时 这是跟我女儿一样的地方 他连讲了四个小时 但是校长非常非常耐心地听 而且呢 回应 所以两个人之间有了很好 很好很好的互动 从那一刻开始 这个小女孩就服了这个校长了 所以她就在这个学校里面成长 你会发现 我们常常缺乏这个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你多少次来到神的面前 你问过这句话吗 神啊我在这里啊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神也会对你说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有的侍奉的能力 一定从这里而来 否则有一天都要减去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了 到最后我们就来到了 第六节第七节和第八节的部分 特别是第七节和第八节 第七节和第八节 给我们讲到了门徒的标记 那是我今天晚上的题目 但是门徒不是只有这个标记而已 早在十三章的三十五节 主耶稣就对门徒们讲了一句话 那也是在同一段的 这个上下文的里面的 十三章的十五节 主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门徒的第一个标记 是爱 是彼此的相爱 但是这不在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范围 第二个门徒们的标记 就在这里的第八节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比较难理解 可是我想正确的意思 应该是好像一些的英文圣经 尝试着要表达的 比如说NIV的圣经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NIV的翻译 就显出你们自己是我的门徒了 或者像ESV ESV的翻译是把它翻译为 如此你们就证明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无论是NIV的显出 也好 或者是ESV的Proof也好 证明 都是表达了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特质 是能够把葡萄树的生命给显明出来的 能够显明出我们真的在这个葡萄树上 我们也真的是属于这一棵葡萄树的 不是好像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挂在圣诞树上面 那许许多多的苹果啊 各种的水果一样 那个不是从这一棵树上长出来的 而是真真实实的 在一个果树上面的那个果实 怎么证明呢 这里给我们的证明 他提到了多方面 当然你也必须思考什么是这个果子 有一时间我们很快的给对文子们说明 这里的果子可能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方面 这里的果子应该有着生命的素质的含义在里头 是一种的生命的彰显 是一种生命的素质 是一种的特质 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给显出来了 比如说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 真葡萄树有它的背景 那就是旧约圣经的以色列 这一棵葡萄树 在以色亚书第五章 神借着先知以色亚唱了一首歌 讲到我所爱的 有一个葡萄园 在那里做了各式各样的工作 把土地清除干净了 给它围起了篱笆 盖起了压酒池 盖起了守望楼 然后在这个园里面种了一棵上好的葡萄树 结果没想到这棵葡萄树结出来的果子 却是酸得不得了 野葡萄 在那一段经文的里面 就讲到了我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我向你们所要的是公平 公义 所以很明显在那里的上下文的里面 什么是所结出来 神所期盼的果实呢 最起码应该要包括了公平和公义 在里面 讲到了我们与人的关系 我们与神的关系 都应该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的里面 表现出这种的公平和公义的特质来 或者像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 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里面提到的仁爱 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九种的特质 当然我没有时间解释那一段经文 我认为只有一种特质 就这么简单的说 我个人认为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只有一个 那就是爱 而后面的八个 是有了这个爱之后的八种不同的表现 所以果子有第一方面的意义 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 像他那样的柔和 像他那样的谦卑 像他那样的公平 像他那样子的公义 像他那样的人爱 当然也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因着这个爱 把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喜乐 也能够彰显 能够流露出来 列举不完 可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上下文的里面 讲到果子的时候 可能不应该只停留在这种生命的素质 因为接着下来 在十五章的第十六节 有这么一句话 主耶稣说不是你们 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从这一节我们知道 主耶稣分派门徒出去 目的是要结果子 那可能不是指着生命的特质说的了 这里应该是指着要出去 传扬福音 领人归主 把这些的果子带来来献给神 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所描写的 也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一样 我要在你们当中得些善果 结些果子出来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最起码 这个果子应该包括这两方面 不能够只有一方面 你必须彰显主的荣美 你必须把主的生命的特质 给流露 给彰显出来 但另外一方面 你也必须把福音传给人 再结出果子来 让那一个人也成为葡萄树上的侄子 好让那一个人也可以结出果子来 这是这一段里面 但什么是门徒们的标志 门徒的标志 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 就是结果子 可是这样一个结果子 可以有几方面我们可以来看的 那就是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这里 特别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这么说的 我在读第七节和第八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怎么样能够显明 我们是主的门徒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显出了 门徒的标记出来 这里给我们提到了 最起码有三方面 第一 藏在主里面 或者说住在主里面 这是这整段的一个贯穿的一句话 就藏在主里面 我们刚刚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给弟兄姐妹谈论的这一点 你怎么样子的每一天 维持了你与主之间的关系 你要用一切的方法 来维持你跟主之间的关系 刚开始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你知道我们的很多的心思意念 平常你忙碌于很多的事情 你会忘掉这个 你会忘掉那个 有一些你不会想起来的东西 偏偏到了某一个时刻 你都想起来 所以你如果忘了什么的话 或许我建议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那个时刻就是你祷告的时候 当你祷告 一下子突然想起 有某一件事情 对了 那一件事情 我怎么都忘掉了呢 你的祷告就停下来了 你就把心思 专注在那一件事情上面了 所以你要操练 要想方设法 用各种办法 让你的祷告 让你的亲近主 让你的住在主里面 是不受打岔的 把手机放远一点 关掉静音 不要说打岔 不要接任何的电话 然后呢 不要准备一个小的笔记本 摆在你祷告的地方 想起了什么事 你可以停下来 做个笔记 某一件事情 简单记一下 回头继续祷告 克服一切的难处 克服一切会阻碍我们 与主之间的交通的 这个每个人都需要操练 当你越操练越久了 你才有可能慢慢慢慢的 你会学会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你住在主里面 是不被打岔的 这一个不被打岔 包括着你在厨房里面工作的时候 包括着你在办公室的里面 开会的时候 或者忙于你的coding的时候 包括了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 你会维持着一个一直不断活在神的面前的光景 你会维持着不仅仅在这里讲一篇道 不仅仅在这里要把一些我所预备的东西传给弟兄姊妹 跟他在这里 我仍然维持着与神之间的这个交通 那是需要很长久的操练 但你必须要从定时定点的祷告开始 你每一天有没有固定的时间来祷告 你可以由一个固定的地点来祷告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地方服侍 我服侍的是在职的青年们 那时候我自己都还很年轻 我服侍了很多都比我年长的 我跟其中一个弟兄 后来这个弟兄也全职侍奉了 那我跟他一起有很好的服侍 一些的交通 我就约他了 我说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能不能有一天 有一个时间我们一起祷告 但实在是抽不出来怎么办 我说可以呀 到你公司去 我们就到他公司去 到停车场 进到他的汽车的里面 他坐在驾驶座 我坐在旁边 我们两个人就坐在汽车里面 有一段简短的时间的 这个祷告 我盼望能够帮助我的弟兄 也帮助我自己 能够在忙碌的工作生活的里面 能够有一点点提醒 这个时候我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来 这个习惯你可以一直慢慢 可以养成的 所以寻找同伴来帮助你 你的公司里面如果有同伴 最好可以彼此的一同的祷告 一同的读一点圣经 彼此的劝勉 这是第一方面 操练 住在主里面 随时随地的 与主连结 与主交通 第二 这里说 你们若 藏在我里面 或者住在我的里面 而且呢 我的话 也藏在你们里面 这仍然是条件 仍然是这个若 所延续下来的 所以这里有第二个条件 第一个是住在主里面 第二个 是主的话 藏在我们里面 或者说主的话 也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没有让主的话 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每天花多少的时间 接触这个世界 接触各式各样的媒体 但我们花多少时间 来读神的话 来聆听 他借着他的话 要向着我们所说的 有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借口 当然有些的情形 是情有可原的 特别是我想年长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记忆力 渐渐的衰退了 我们读圣经 刚读完 把圣经合起来 可能就已经忘掉 刚刚所读的是什么了 我还要读吗 有什么价值呢 反正我读的都忘了 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们说 你忘了 圣灵没有忘 圣灵会在适当的时机 使用你所读过的经文 来向你说话 不要指望圣灵凭空对你说话 那是很危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怎么知道那是从圣灵而来 撒旦也会假冒光明的天使 邪灵也会对你说话 邪灵也会对你唱歌 我们一直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征战 去年我们面对很大很大的征战 有很多的灵界的攻击 也有很多很灵界的很稀奇的一些事情 一直到前一两个月都仍然有这一些的事情 一直不断的在出现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分辨 当然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我们家师母有一天突然听到有人在向他唱歌 到底那个歌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判断出来 要很小心 不要这种凭空的有人对你说话 对你唱歌 你需要一直不断读神的话 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 好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一样 但用各样的智慧 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 把基督的话存在你的心里 你应该想各样的智慧 我要用什么样的智慧 把神的话存在我的心里 写笔记 弄卡片 经文卡 背诵 各方面你能想到的 尽量使用 我最讨厌背东西 我是最讨厌最讨厌背东西 但我很感谢神 在我刚信主的阶段 我们的团契 每一周都要背经 每一周都要背一节经文 或两节经文 四十年前了 我背的到现在 没有忘记 包括刚刚我背的 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到现在 那已经四十年前 记得不会忘掉 那么忘掉了怎么办 忘掉了圣灵不会忘 会在适当的时机来使用这些话语 甚至于 比如说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 我忘了 那我还要读吗 有人打这么一个比方 我们来读神的话 是好像拿着容器 来装水一样 年轻人的记忆力好 拿着是可能个塑胶筒 或者一个签的筒 装了水 从河里提了水 提回家 沿途可能会溢出来一些 但是到家的时候呢 还流了很多的水 是不是 那么年纪长了怎么办 年纪长 我们要拿个竹篮子 到水边去一样 把竹篮子装满 放到水里面去 装满了再拉起来 已经流光了 剩下几滴 然后再拎回家 完全干了 那我还需要 拿着竹篮子去弄水吗 因为你的竹篮子 在这个世界上 经常不断地 放这个放那个 有各式各样子的 不该放的东西 可能把你的竹篮子 都弄脏了 那么你当你放到 水里去的时候 可以帮你把这些 脏的东西给洗掉 让你再恢复成 一个洁篮子 虽然你没办法 存下水来 但最起码 你可以重新地 被洁净 被更新 在第二方面 你要让主的话 住在我们的里面 第三 你要祈求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哇 这个支票可大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支票多大吗 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 尽管求吧 你要什么 那么主都愿意 给你成就 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这样吗 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 我们有些时候 神真是恩待我们 那是一种的恩待 就听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跟神祈求 神真的答应了我们的祷告 你经历过吗 好像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说的 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天上的父 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 好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 他们还没求告我 我就已经答应 还没有说话 我就已经应允了 你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 神恩待我 在我真的还没有祈求 他就已经答应了 那已经是二十年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不到二十年 是大概十六年前的事情 我那时候住在一个小房子的里面 只有两个房间 一套卫浴 我们很喜欢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个房子 我们很喜欢 很好 但是他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一套卫浴 我们一家四口 再加上有时候我岳母来了 所以一家五口 一个卫浴 每一天我们家都会上演一幕 就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个性从小 他的脾气是很急的 我们给他的形容 就是马上立刻现在 无论什么事 他想做的 一定要马上立刻现在 每天早上我听到 就听到他在敲厕所的门 因为姐姐在里面 快点啊 来不及了 憋不住了 那一天是一个礼拜六 礼拜六的早上 我清早起来了 临修 都已经完了 我就坐在我电脑前面 打开电脑 准备要做一点事情 又听到厕所的门 开始在叫了 我就在电脑前面 我就跟神祷告 我的祷告很简单 我就只有一句话 我说神啊 是不是该换个房子 最少两套卫浴吧 我就这么祷告 我就继续做我的事情 那天下午 我太太带着我岳母出门 要去超市买一瓶牛奶 车子倒出的车道 本来应该拐向这个方向的 就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拐向另外一个方向 过了一分钟 到了回来 叫我出来 快快快快 对面一个房子在卖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说好啊 我去看一看 我这个人对房子 没有概念的啊 完全没有概念 我看了一眼 我说好啊 去联络看看吧 看看他要多少钱 如果我们买得起 我们就买吧 那一天 Agent都放假了 礼拜六不在 然后我们的Agent跟我说 他这个对方的Agent 跑到拉斯维加斯 去度假了什么之类的 我说你帮我找找看 果然帮我们联络到了 联络到我们问的价钱 我们就full price 我们买 他说照现况交屋 我说OK 就买 礼拜一就签约了 他礼拜六 才插上去的牌子 礼拜一我们就签约了 我们就把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买了下来 我完全没概念 我说过啊 等我住进这个房子 房子非常非常的破烂 我们住楼下 修楼上 我们住楼上 修楼下 都我们师母一个人做的 他把整个的房子 都弄好了 我们出现了很大的艰难 我们的生活各方面的 完全没有收入 这个时候我们才 想到一件事情 有一点怪怪的 我们怎么住楼上 我们要下楼还要从外面走呢 从楼下要上楼还要从外面走呢 为什么不在屋子里面 我们仔细去看了一下才 对哦 这个房子是个两个单位的 两个单位总共有五房三玉 我们想了想到后来 在最艰难的情形里面 我们就把楼上给租出去了 楼上付了我们的mortgage 付了我们的房地产税 把我们跟房子所有的开销都付掉了 我们生活就很简单了 只要有饭吃就可以 所以我种了两年的菜 自己种菜 解决了菜的问题 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艰困的一段的时间 可是就因为那一天早晨我的那一个祷告 可是神在那个之前就已经答应了我的祷告了 因为牌子已经插在那里了 当我祷告完了 马上就出现 这是神给我们一些的恩典 但是有的时候 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的恩典 你的祷告 神不一定垂听 我们出版一本书 叫坚持一生的祷告 他的英文书名叫 When God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 神不答应你的祷告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种情形 你不妨想一想 如果你的每一个祷告都有求必应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想一想 比如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祷告过 但是我有这么想过 而且想了不少次 开车开到路上 看到一些人实在非常不守规矩 我就想 希望他翻车 这么不守规矩 你翻个车给你有一点教训 万一神听我的祷告怎么办 能够如此吗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的事情是不能答应的 神给我们的祷告 真的是像这里所说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吗 你必须在上下文的里面来看 第一 你必须是一个常住在主里面的人 你必须与神之间有着很亲密的关系 第二 你必须让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 你的祷告需要经过神的话的光照 检验 第三 在这一段上下文的里面 有一个词一直不断出现 是我们每一次的祷告 我们都会用的 那个词就是奉主的名 什么是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是我们集体聚会 集体祷告的时候 打个招呼说我祷告完了 大家可以说阿门的吗 我们现在的奉主的名不就是如此吗 是不是 可是奉主的名是这个意思吗 奉主的名是说我祷告结束 总要有一个结束吧 那么就奉主的名阿门 只是这个作用吗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主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了奉主的名 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不是一个口号 奉主的名不是一个好像 像符咒一样你念个咒了就能够出现了 不是阿拉丁神灯你只要插了一下精灵就会出现来帮助你了 这不是奉主的名的意思 这个人的性格 他各方面的各方面的特质 他很会帮助他很会帮助人 所以第一世纪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使徒们就给这一个约瑟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巴拿巴拿巴 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 或者安慰之子 那不是说他爸爸的名字叫安慰 不是的 那是讲出他的生命的特质来 他生命里面有这么一个实际 有这么一个实际 所以好像福音书里面有主耶稣的两个门徒 包括了我们正在读的这一段经文的作者 约翰还有他的兄弟雅各在里面 西比带了两个儿子 主耶稣给他们取了一个别名 我想这个别名给他们一生带来相当大的刺痛吧 给他们取名叫雷子 打雷子子 明天早上我们会看到这两个雷子的情形 说明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特质 所以什么叫做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的意思是 我这么祷告的内容 还有我这一个祷告的人 我是符合主的名的特质的 主的名是什么 主的名是爱 主的名是怜悯 主的名是公义 当我说奉主的名为某件事来祷告的时候 能符合主的名的特质吗 那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空白的支票 让你自己可以填上了数额的 这是一个鼓励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里面 一直不断的追求越来越认识主 我们越来越服在主的旨意的管制底下 我们越来越能够从我们生命的当中 彰显出主的样式 彰显出主的荣美来 那么我们所祈求的就不会去违背 跟这个主的生命好像想抵触的这些的要求 我们就不会发出那一些不逃足喜悦的这种的祈求 我们就不会发出一些的祈求 是会抵触了爱 抵触了怜悯的这些的祷告 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 一连四次讲到了奉主的名 有四段的经文 我们很快看完 我们就一起的结束了 第一个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但不要忘了下面还有一句话 叫父 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刚刚十五节 十五章十六节 我们也已经读过了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但前提是 你们要结果子 跟这里是类似的了 十六章的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 这两节经文 这么说 到那日 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 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 救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二十六节是最后一次 二十六节 说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 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是你们自己要奉我的名 来祈求 你在上下文的里面 你都会看到 这些的奉主的名来祈求 是有它的条件的 我们讲最后一个点 门徒我们的标志刚刚已经说过了 但门徒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门徒的终极的目的在第八节告诉我们 就是使父可以得着荣耀 不只是叫我们所祈求的可以成就 而且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的生命最终的一个目标 是要荣耀神 不是荣耀我们自己 所以 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必须考虑到能不能讨神的喜悦 能不能叫神得到荣耀 站在讲台上 必须是为了荣耀神 站在讲台上 或者像一些教会的所习惯的做法 站在台上 有所谓的敬拜团 带领诗歌 你必须要荣耀神 非常危险 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在人的面前看得见的服饰是非常危险的服饰 我特别劝一些有愤于服饰的人要留意这一点 随时要警醒 要提防在这里 我可能偷偷地窃夺了神的荣耀 我太清楚知道这一点 讲完了道 走出去 弟兄姊妹说 牧师你讲得真好 我不是责怪昨天晚上讲的人 你也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 你要知道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试探 我会很在意 我讲完道 弟兄姊妹反应怎么样 有没有人来谢谢 有没有人说 牧师你讲得真好 当有人说的时候 我嘴里会说感谢神 荣耀归给神 有弟兄姊妹说 你讲得真好 我会说 不是我讲得好 是神的道好 但是 但是 那个心里甜甜的 你知道吗 你有过那种的试探吗 你知道 这个东西有一些的 你觉得 弟兄姊妹们 眼中看见这是个好牧师 这个时候讲到不错 你要得到别人的称赞 你要得到别人的称许 这是一个潜藏在我的人性 最深之处 一个非常危险的试探 同样的 每一个站在台上 侍奉的人 也是如此 所以 这是我给我的同工同伴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离了主 我还能不能做什么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在这里究竟是荣耀神 还是在荣耀神的同时 我们也夺得一点的荣耀呢 当然感谢神 神也乐于把祂的荣耀与我们分享 可是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需要学会的 求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祂 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个祷告一样 神啊 荣耀不要归给我们 唯独归给神 这才是真正的门徒 我们侍奉神 真实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把我们带到你的光中 用你的话语的光 用你圣灵的光 来光照我们 检查我们 好让我们 一直不断活在你的面光当中 能够讨你的喜悦 能够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 因此我们求你 让我们这些做你的门徒的人 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能够真实的显出了 门徒的标记来 也能够叫荣耀可以归给你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